大家好,來到最後一集的 渣打和你展望2022投資大方向 今天依然是我林小珍 和渣打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 梁振輝,Will在此 大家好,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上 或者投資的問題 記得把握今天最後的機會 在Business Focus Post 留言 Will最後會解答大家 今天大家覺不覺有些濕濕凍凍? 好像說來近星期一 十到六下,單位數,真的有點害怕 天氣真的一般,好像很久沒見陽光 沒有陽光不得止,很多負面因素 疫情,烏克蘭政局,息口走勢 都令投資者有多擔心 Will請教一下,雖然我知道你不是天氣先生 有專家那些 可以雨過天晴,何時可以再見到陽光 逐樣去看,如果你說疫情 坦白說,暫時都沒有答案 但如果你說地緣政局 現在消息就是下星期會在歐洲談談 希望談一談,解決問題 但另一邊想,都要留意 失口方面,現在可能等到一個月 等到三月中的時候 聯儲局應該怎樣都會加息 四分之一一定是半離 到時有個定案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比較容易去部署 大家可以留意 天氣不單要找天氣先生 其實投資市場的天氣都要找我們的專家 我們英文經常說Tailwind和Headwind 其實是順風和逆風的意思 投資者如何才能分辨到投資風向 如果投資風向能夠辨別得到的話 的確是有機會幫助我們 去判斷接下來我們應該要投資什麼 如果用風向來演繹的話 現在市場最大逆風是什麼 投資者應該要怎樣應對 好,現在我們看最大逆風可以看一張圖 我們覺得不是加息 而是由通脹升溫帶動的加息預期 因為上星期美國公佈的最新消費物價 都仍然是繼續上升 普遍歐美都是30-40年的高位 反映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很擔心後市的通脹繼續上升 令到央行就要更加進取的鷹派去加息 這個我們覺得是市場現在最大的逆風 但今天講風向 其實最重要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其實風向經常都有機會變的 特別講加息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我們過去幾次都有講加息 的確是一個現在大家可能都擔心的問題 但這個逆風其實往後有機會變成一個順風 就是如果我們看通脹會回落 又或者聯儲那裡講最誇張 可能今年每次都有機會加息 但如果往後通脹回落 令到加息預期稍為收窄的時候 亦都有機會穿一個所謂逆風變順風的情況 反而可能會幫助投資市場都未定 所以這個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但真的要看著的就是 一方面看著通脹有沒有機會回落 暫時仍然在升 這個就沒辦法了 但往後如果你看到至少旺月的數據回落的時候 這個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信號 另一邊就可能看著聯儲屋委員的講話 究竟會不會和大家說 其實又不能這麼進彩 未必真的每次都加得到的 這些說話如果有出現的話 都可以留意 因為今年聯儲屋其實是改變他們的委員組成部分 亦都會多了一些我們叫做相對比較偏格派的委員 如果暫時來說任命就未成效 因為剛剛這一次會議就留了會 所以後悉如果多一些這些委員進去的時候 也可能會令到他加息預期不夠那麼進取 這也是大家要留意的 是 你知道聯儲局的口風 有時是偏應又是偏夾的 應得來之後又夾一下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聯儲局的講話 不過一個銀仔就有兩面的 又有公又有節 風向除了逆風之外 都有順風順水的時候 究竟投資市場的順風是在說什麼呢 有什麼因素可以推動到投資市場在2022的苦年的表現呢 會不會都是繼續跟聯儲有關 你可以說有關又可以說沒有關 這張圖大家看這就是就業市場 當然是聯儲局控制到 但實際上聯儲局本身的政策都有其中一個目標 除了控制物價穩定之外 透過息口 另一邊都希望做到一個所謂全民就業 這張圖是2012到2022年 美國新年資料救濟的數據 你會見到疫情的時間就抽高了 但過去兩年就慢慢慢慢逐步回回 大致都回到過去十年平均水平附近 即是說今天其實就業市場 在美國來計仍然相對比較暢旺 你會見到歐美的疫情好像相對比較穩定 即是沒有再成為大家經常新聞聽到的情況 這個也是我們覺得市場有幫助 至少在這一刻對投資市場來說 一個順風的情況 一個利好的情況 所以某程度我們覺得今年下去 某程度就是聯儲局要看著這兩件事 一個就是就業 一個就是本身的通脹走勢 如何去平衡 亦都是他們今年的考驗 就是如何透過加息 透過管理市場的預期 去達至這兩個最大的目標 其實你說天氣這件事 跟ESG都很有關係 經常都聽到 其實不單止ESG這個概念 是關於環保市 其實都是涉及了不同的氣候變化項目 一個叫做Net Zero 靜靈的話 可以總括到這個主題 其實氣候變化 為何與投資者上關係 可能有些投資者都比較陌生 不如跟我們講解一下 可以 其實ESG也好靜靈也好 其實是近兩三年開始比較多談及 有很多目標都已經出了 例如我們會覺得 某程度這個所謂氣候變化 會成為一個詳盛的投資主題 因為實際上過去幾年的確有很多的投入 無論是由政府方面的投入 私人交易投入 甚至可能個人投資者都有 而實際上很多主要經濟體 其實都某程度剛才小珍講的 就是靜靈 某程度講是關於太陽牌坊方面 其實將時間表都不斷推前 就是越來越進取 要達到目標的時候 亦都多些的投資才會做得到 現在重要我們都見到 部分國家都開始要求 他們在那裏上市的企業 其實要將財務報表 都包括有一欄就是怎樣氣候變化 即你有沒有真的做到相關的投資 即對社會對整體來說 這個氣候是好的 這個是我們覺得重要的 某程度我們覺得這陣風 如果用一個逐語一點點 就是一陣東風 我們覺得這陣東風 應該會繼續在未來的好一段時間 我們看就至少3至5年 但實際上如果你看很多地區 其實那個目標是203、040、50都有 所以你會看的就是 如果今天用投資主題去講 其實是一個可能往後很多年 大家都可以留意 而為什麼你會見到近一兩年多了提 其實就是市場都開始有一些投資工具 或者有些產品可以開始配合到 因為以往可能大家就最經常在新聞聽到 但實際上就未必太大 和大家投資者的關係 因為你沒有東西可以投資得到 或者相對比較間接 但近來也有比較多一些可以直接關注ESG 直接關注氣候變化等等的相關題目 也都有一些產品推出 這也是我們覺得為什麼 作為投資者 其實就除了關注 不斷看股票、債券、外幣怎麼走 之外也都可能要看一看 氣候變化或者氣候投資 會不會都可以幫到大家 在整體的投資做得更加靈活 也都做得更加多變 其實氣候變化和人人都有關 地球上每一個住在地球上的人 氣候變化絕對對你切身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但有沒有說哪個國家要負擔多些 雖然這些題目是有爭議性 但其實環保本身都是一個大的議題 氣候變化的投資會不會是 最怕雷聲大雨怎麼少呢 因為其實在說氣候變化 要搞環保、Koban-Hagen 開戶都很多年前都開了很多次 經常都說要制定碳排放的政策 其實有沒有什麼目標 或者是會不會只是一個願景 很難去執行得到 我想某程度要時間 這是事實來的 也可以看看圖 你說有哪些國家要負責 某程度就 基本上任何人每一個人都要負責 因為生存 我們都有某程度多一點負責 這裡我們就拿了1850年到2021年 整體累計一些泰排放的比率 我們就拿了兩個最主要的用途 包括一些化石燃料 和改變用途 你會見到 其實大一些圓圈的地方 相對來說負責比較多 但你會見到 其實小一些綠色圓圈 但藍色圓圈可能很大 特別一些新興國家 其實很多情況之下 他們未必用太多化石燃料 但他們可能很多時候 改變他們的土地 其實都會引發到碳排放 如果你問我們在哪裏 國家做得好一點 在這張圖看 可能是德國相對來說特別一點 因為土地用途反而是負數 不是一個正數 沒有程度 他都用了很多力度 令到這方面 整體受控 這都是大家要留意的 當然 碳排放 某程度都是屬於 經濟發展的副產品 你不斷去投資 不斷去做生產的時候 都會出現的 但是 大家 無論是由政府 企業到私人 其實都要有一個 比較認真的態度去面對 某程度是為何我們會覺得 這個可能會成為 往後比較長線的投資主題 剛才提到目標 你提到很多會議 其實最近那次 應該就是去年 解釋哥說的COP26 其實COP26 也有一個目標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承諾污染減排的數量 如果大家還記得 其實我都是在這裡才知道 COP26 之前的承諾就是 52.4的10億噸二銀化碳數 這個是COP26之前 去到COP26 大家就某程度覺得 要再進取一些 不要放慢手腳 要加快 由52.4 就落到41.9 但要留意 就是我們看一些 統計調查 其實如果去到2030 其實不太長時間 其實我們要把數 差不多再減多四成左右 去到26.6才能夠做到 我們覺得某程度 大家的方向 其實已經適合了 慢慢逐步減排放 但似乎是一個進取的目標 如果這個目標 大家都希望達到 簡單說 大家要做多些投入 做多些投資 也是為何我們覺得 作為投資者的眼光 不是作為地球人的眼光 作為投資者的眼光 我們覺得一些相關投入 也會有很多投資機會 有機會給大家發掘到 是的 地球人人都有份 最重要是定了目標之後 可以實踐得到 可以超標完成 就更加好 其實氣候變化 簡單來說 就是正零 有很多不同的行業 實質落地 可不可以簡單介紹 有哪些行業相關 好 我想小青說得很對 的確有很多行業範疇都相關 或者第一張圖 簡單說 我們拿六大 相對比較有關事 第一個 直接講靜靈排放 當然和碳相關的 這是項目 哪些箱水利相關 其實都會牽涉到 配水、儲存等等 另外綠色資本開支 包括一些研發 怎樣可以減排 怎樣可以低排放等等 另外再生能源 大家很熟悉 風能、電燈、水電等等 另外其實我們出入交通的基建 其實都影響到碳排放很多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乘飛機的時候 碳排放會受大影響 另外作為投資者 在這六個範疇最熟悉的 就是電動車 可能大家本身已經駕駛 或者有興趣駕駛 或者即使沒有的時候 可能還有投資目標 也有相對不錯的投資潛定 在過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但某程度我們相信 不單止過去那段時間大家看到 可能未來一段時間 大家仍然可以在這範疇 找到投資機會 所以某程度這六點 即是碳、水利、綠色資本支出 可在新能源基建和電動車 我們都覺得值得大家多看兩眼 特別我們今年就匹了三個出來 我們就覺得水利、綠色資本支出 和電動車 可能大家可以多看兩眼 整體可能在接下來的時間 比較多的投資機會 可以衍生到都未定 對呀 你一提到投資機遇 我立即豎起了一個耳朵 因為這麼多和ESG 或者是氣候變化相關的行業 但是哪一類 即不可以買光的 哪一個範疇是特別有一個投資機遇 我想可以這樣說 整體要留意的就是 氣候變化的某程度 還是一個比較新的檔核目 例如我們拿這張圖 首先看第一張 就是基建和綠色相關投資 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範疇 運輸、配水、航空等等 低排放燃料全部都關係 但某程度要留意的就是 整個ESG 整個氣候變化的範疇 的確是很闊 小珍說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可能買光 但是反過來 你可能不可以買得太窄 太過磚 因為都要擔心 因為它還是一個沒有程度發展的初階 其實市場的資金流 都可以有比較大的影響 我們見到過去幾年 在不同的項目其實都交到表現 但是同時都擺脫不到一些 比較新興產業面對的問題 就是波動會比較多 所以某程度我們同意 如果你這一刻要做一些氣候相關投資 可能都要用從比較闊的角度去看 就是比較分散的角度去看 某程度去買一籃子的一些項目 而不是單買一兩個 當然我們今天就希望 集中三個去和大家看一下 包括第一個就是所謂綠色相關投資 其實我們覺得 點題有三樣東西 不如同類、半導體、書店等等相關的 其實我們都覺得這些範疇 其實有機會幫到手 在這個靜靈的範疇裏 能夠繼續可以支持到生活 因為大家都會關注 就是希望在繼續維持生活的情況之下 也都會比較環保地去做 我們覺得相關的支出 相關的技術都會帶到很多投資機會 某程度就集中多些 可能在工業相關 或者科研方面相關 這個都是大家可以留意 暫時可能在香港 直接投資這些 或者直接相關這些項目 未必太多 但是放眼環球也都已經開始 有比較多的公司能夠做到這方面 大家都可以留意 除了這個基建綠色相關 我知道 你按了是水利 當然 你說綠色產業的水 真的很關注 水資源很珍貴 是 但很老實說 香港應該沒有太大感覺 因為我們的水 水喉就能夠拍攝 但你要留意 某程度來說 全球的問題 就是全球的水資源 都不斷減少 可能質素也要減少 我們拿到一個OECD的報告 就是經濟合組織 就是說未來一些全球水利投資 融資 在2030年 可能已經達到6.7萬億 去到2050年 更達到22.6萬億 某程度 這個就是美金 某程度就告訴大家 聽說 很多年的時候 你會見到範疇都會越來越闊 而關於水 其實都不是單單說供水那麼簡單 包括了很多技術的改進 包括了令到它更加乾淨 包括了廢水處理 就是你本身喝完的水 也有廢水要處理 這也是要關注的 甚至可能 就算你本身有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 更加環保 這些我們都覺得是值得大家留意 當然 我剛才這樣說 香港OECD未必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這個相對來說 還是比較容易 這是幸福的事 但是 全球來計 我們會見到特別在新興市場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 這方面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基本上是一個生存問題 值得大家留意多些 好了 既然說到水利 說到綠色資本開支 你都去到我們最後的主題 即是我們是否最好把握最後 口程度都是 因為我們會覺得 水利和大家 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覺 但回到電動車 我想感覺會比較大 要是你駕駛錯過 又或者你本身投資相關的概念 這裏給大家看 其實今年2022 你會見到到2025 某程度挪威已經叫做 類似禁壽 或者已經全面電氣化的目標 慢慢開展 另外你去到2030 有一系列的有洲國家 去到35 亦都包括了中國 日本在內 去到40 亦都有很多法國 加拿大等等 甚至到2050 已經去到一些其他 比較發展 初階的國家 美國 英國等等 未來2025年 你會見到很多地區 都慢慢逐步淘汰燃油車 邁向電氣化目標 邁向電車相關目標 亦都希望整體令到 由交通相關 特別是汽車相關的排放 是越來越少 所以很老實說 我們相信 在電動車程的範疇裡面 機會絕對會有 不單止說今年2022 可以說未來一段時間 但很老實說 這個某程度就是我們 可以告訴大家 你可以留意電動車的行業 但始終都要留意 就是不可能 整個行業的所有股票 都做得好 這個是要留意 我們希望就是 幫大家縮窄了目標 即是就算ESG裡面 我們都縮窄了 可以看看多些電動車 特別香港也有 比較多相關的 一些企業上的市 大家可以比較容易接觸到 但都要留意 都要做一些功課 去選擇 也都可能 至少你都要看一看圖 或者看看它本身 是否還賺錢 或者本身的銷售 就算未賺太多錢的時候 銷售會不會相對比較有優勝 這個都會是一些 我們覺得可以留意的地方 但整體我們會覺得 電動車是其中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之前講過一個科技方面的發展 就是我們整體對科技場線都看好 某程度電動車就是 又有科技概念 又有ESG或是汽油投資的概念 在我們比較有信心的概念之下 我們覺得是值得大家 不單一言二二 可以進一長時間 都要留意 究竟會不會可以 在你的投資購入面 賺不值貴 明白了 我看到一路開直播的時候 很多觀眾都留了問題 想問Viu 你最後一版就是 電動車 馬上有朋友想問一下 新能源汽車 其實過去一兩年 2021年或是20年開始 你見到香港股票上 資產市場上股市電動車的炒作 炒風升值的潛力 真的很誇張 但因為一個問題 令到最近新能源汽車相關股份 立即倒進去 就是晶片 所以這位朋友問得很好 但晶片缺乏的問題 還未解決 那怎麼辦 我想你也會這樣說 如果晶片問題解決之後 可能他們已經不在這個價位 都未定 但實際上 我們會某程度覺得 正如剛才說 的確現在如果晶片問題 是這些電動車或新能源汽車 的一個所謂逆風 但這個逆風 我們相信在往後的一段時間 應該隨著特別歐美 你見到的程度比較穩定 大家都預計今年的航運業 整體都會相對比較暢順 的情況之下 應該有望逐步解決 還有更重要 就是我們未必真的看 單單2022年 它會面對的問題 反而我剛才說 就是由2025到2050 很長線的一段時間的潛力 就是它本身的爆發力 因為越來越多人 你未來考慮換車 可能都考慮下電動車等等相關 這個我們會覺得 不可以完全解決到 蓋過晶片問題 因為始終這個是最近 但今天是完全的問題 但是會不會有出現 就是剛才我們說 由逆風變順風 這個都要留意 一旦解決的時候 都可以成為一個很大的助力 其實駕打看 新能源汽車的相關行業 是比較長線的發展 沒錯 短線可能有晶片問題 但是轉過頭 可能解決得到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些限制和障礙了 另外有下一位朋友 想問一下 ESG概念 如果MPF改造ESG的版塊 有沒有得想 我想某程度我們覺得 兩個概念之外 MPF本身 大家都是希望中長線 讓大家退休的時候去用 ESG也是一個很長線的概念 甚至可能讓大家 退休的時間更長一點 都不一定 但是實際上 我們會覺得 某程度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長線潛力在這裏 但問題就是有沒有相關投資 因為某程度 ESG還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項目 可能本身MPF裡面 都有買一些相關企業 但未必會有打正旗號 是ESG的情況 但整體我們會覺得 從一個比較長線角度 考慮 ESG也是值得大家看多兩眼 無論是MPF 或是其他的長線投資 但始終要留意 正如我們剛才都說過 始終它是一個新興行業 亦都受到無論是政府政策 或是私人企業等等的方針影響 所以可能都會相對比較波動 如果有投資電動車股 或者有留意電動車股的價格 你都會看到那個波動可以很大 大家某程度已經習慣了 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都會這樣 明白 如果你是買環保這個概念 可以考慮一下 將ESG類的資產 放在你的退休基金 MPF那裏 作為其中一個選項 另外有朋友想問一下 ESG都涉及很多款的投資項目 是否簡單點 買著一些基金容易入手一點 我很想問 我想買基金是否簡單點 最重要是 你首先有個專人幫你去看看 這方面的情況 但實際上我們同意的是 ESG剛才我們說過很多不同的範疇 細分我們都有六個大項目 我們今年比較好其中三個 所以我們覺得分散投資是好的 因為整體你會避免個別 一兩個相對比較大的波動 如果你不幸買中一個 可能比較大波動的項目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你整體的投資回報 至少令到你的投資組合相對比較波動 所以我們覺得分散投資是絕對需要在ESG方面 如果一般投資者來說比較簡單 可能都是透過一些基金相關的投資做到 但也不是唯一的方法 我想我們要強調 某程度可能是互補的 可能你有些基金又有些相關的股票都可以做到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首先大家給多一點時間去做功課研究一下本身ESG 或者氣候投資 是否值得大家投資 或者大家信服潛力 如果是的時候就想想有些什麼投資項目 大家可以比較容易接觸到 從那裏慢慢從小逐小開始 市面上也有很多ESG相關的基金 包括要留意究竟裡面的含量是甚麼 究竟那隻相關基金是在買哪一類概念 因為那個範疇很闊 剛才你提到可以測試相關ESG的基金 還有一種是債券 都是一種其中的投資工具 其實早前才公佈完 好像香港這邊 就是綠色債券 不錯 有保底2厘的情況 跟通脹有些掛勾 2厘真的好過放在銀行 定期都可能差不多 我想大家的風險不同 不能直接比較 至少我告訴大家 對於一般投資者 或香港投資者來說 都多了一個項目 即是綠色債券 你可以參考 即可能你覺得股票風險比較高 一些相關債券 可能相對比較多 合適比較多的投資者 但另一邊相關 也都反正我們今天跟大家說 天氣好像有一個不著邊際 但實際上我們覺得相當有關係 就是你會見到越來越多的投資產品 或者相關的一些產品 退出包括綠色債券 其實都印證了整個氣候變化的概念 其實已經是深入去不同的環節 股債都會有 甚至可能未來更多相關投資都未定 這個我想作為投資者 可能就早著先機 也都至少在這個時間 看完我們的Live 都自己做一些功課 去看相關的市場 或相關的項目 是否你都認同的潛力 我們進而想想 有什麼投資機會可以做到 好啊 其實這樣不覺不覺 都答了很多的問題 我相信有心想投資ESG的朋友 應該想再了解多些 一個新興但又比較長線的投資板塊 當然你可能有很多問題想找專員解決 不妨可以找回渣打的同事去了解一下 做了一連四集 今集最後一集 時間又差不多了 渣打和你指望2022投資大方向 多謝你一路以來緊貼著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想知道更多大市走勢的觀眾 可以繼續留意Business Focus的Facebook 我們希望可以很快再見到Will 好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